各位網友 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報》的YouTube Channel頻道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珍B市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隨時珍迪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報》 還可以去二台蒸香煲 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 這一節我們講一下BNO祖國的事情 他們今天過去24小時 生增的數字降低了很多 剩下二萬多宗而已 對於很多人來說 當然是高興啦 二萬三千多宗 但是住院的人數呢 就是增加的 增加了不少的 這樣講 現在一共有5918人住院 其中820人是重症 那是3月18日之後呢 首次有患者超過五千宗 但是這個數字是有一點點爭議的 是因為 很多的人呢 是大量的入院者 就是大量新冠 獲得新冠的人呢 是入了醫院之後 才發現你患新冠 所以這個數字是有一點亂的 這個很重要的 有44%的人入院之前 是14天之內有陽性 43%的人 是入院之後兩天 才檢測到有陽性 就是說 他在醫院裡面 很多人是在醫院裡面感染 是比較奇怪的 那就很值得留意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而新格蘭裡面呢 超過50%的地區的新冠症 中數都下降 那有一樣這麼好的事 只是有一樣東西可以說 就是打疫苗的功勞 很多人都認為是打疫苗的功勞 因為打疫苗 令到他們的 即使那些人都不乃得那麼甘 令到所有的人都 哎呀 算是退潮 退得快 不是說退一個月 這樣馬上來到 尤其是蘇格蘭這些地方 到他們上一次 跟蘇格蘭和英格蘭打完球之後 是急增的嘛 那他們增得快 不用一個月 幾個星期之內 馬上下降 所以是很多人說 啊 疫苗是有效的 是這麼說的 但是你疫苗有效呢 那些人就出來 那些牛鬼蛇神呢 也都出來就越來越多 就是我們都講過 曾經試過一個星期就 互相 那些壞人 那些壞人 駭鬥是不停地出現的 有些人直接拿起把六尺四就來 啊 哇 是 那麼狼 是 我們都講過的 在街上就在那裡駭鬥 好像大家看 那些壞豪牛肉 那些牛肉都 罰來罰去 開山刀 就是大家如果看一些古惑仔片 你明白我們講什麼的了 那種情況 結果現在 為了避免 就是搞到這麼嚴重呢 英國政府就做一件事了 那些民權人士啊 香港人啊 香港的黃絲一定會說 你用CCTV 監控人 這樣說 那但是對於 就是 你們知道一點不知道一點而已 英國官方呢 在當地時間的27號 他說我們已經制定了一個 減少犯罪保護受害人 還有令到國家更加安全的計劃了 啊 目的就是要令到正義 是人人都看到的 這個就是波利斯·Johnson 金武裝啊 約翰遜 走出來 做的事 那麼他還說 我會加強這個判 stop and search的制度 就是說找警察去鬥你 有什麼事 檢查一下你的刀 有沒有攻擊性武器 在那個袋裡 這樣 而且如果你們是跟喝酒出事有關的 就會受到監控 避免你們這些傢伙再繼續喝酒 因為在所有的做壞事的人 尤其是行使最勁暴力的人呢 有四剩人是喝大兩杯出事的 這個是阿金武裝說的 一說完之後 很多人 尤其是工黨那些 和某部份的官員說 喂 你這個計劃 是會加劇英國的歧視的 尤其是盤茶漆道 你是不是會影響到人權呢 你做的事是不是過份呢 會不會過火呢 擴大警權呢 到底是怎樣擴大警權呢 我們說一下 英國政府的官網 就是說這個計劃是包括第一 擴大點子監控的使用範圍 總之你出了冊之後的人呢 會受24小時監控 嘩 他的人權去了哪裡呢 第二 是永久放寬 是永久啊 警方使用第60條的盤茶權的條件 而打擊街頭的持刀的人的犯罪 就是說 你走出街有個袋 警察看到你不理你是什麼人 過來 搜身 查一下你有沒有東西 查你的袋是什麼來的 講了這樣的做法 第三 在威爾斯出獄的犯人 因為威爾斯是一個 就是都是一個獨立的行政區 身上就擺一個酒精追蹤儀 這個工具可以檢出到 你們這幫人有沒有亂喝東西 就是不知道它是貼什麼在身上 可以吸你的汗 然後你的汗就可以知道你有沒有喝酒 嘩 這麼微細 他的人權去了哪裡呢 好了 下一個就是通過違法的人 清潔街道所做的事 就是當街要你掃街 令到正義這件事 變得大家都看到 就是說以後掃街的人 就是罪犯 嘩 你這樣侮辱他們的尊嚴 對不對 你英國人怎麼可以這樣 好了下一個就是 最尊重人的跟你說 最尊重人的 最尊重人的 你這樣做的 你英國人怎麼可以這樣做的 說這些的就是中了英國人的 那些叫propaganda 宣傳效果 而宣傳得最厲害 中了十九毒 但是十九材子 十九材子 十九毒 他腦子都很實實的了 相信這套東西的人 好了下一個就是 推出 為了暴力減少部門 投放一千七百萬英鎊 提出一男子的計劃 包括為在這些危機裡面的年輕人 提高這個心理治療和專家支持 這個我就不是很明何謂危機裡面的年輕人 可能被那些怪人搞過的年輕人 要依依他 還是搞 還是做壞事的年輕人 依一下他 這個他就沒有說出 總之就扔了一千七百萬英鎊 去做心理輔導 然後就說 我們推出兩輪的安全街道基金 就通過有針對性的巡邏 照明和閉路電視 這些措施來提高 公共空間的安全 和議會合作打擊罪犯 你是不是通街上擺CCTV 那你不是大聲 watching you 是呀 就是新疆 他們經常說新疆 哦 而且你要找人掃街 咦 這些又是新疆做的事是不是 這些獨裁國家做的事來的 不講人權了他們 強迫勞動 強迫勞動要人掃街 這麼壞格 不行的嘛 是吧 放CCTV 不行的嘛 是吧 到處監控人 壞人國家來的 英國是好學不學呀 學過中國呀 是吧 推翻他一笨 好了 下一個 加強警察和犯罪專員的作用 為他們配備所需要的工具 是什麼大家都知道 減少地區犯罪和反社會行為 警察有什麼工具要用呢 大家明白是什麼的啦 除了棒棒就電擊啦 加綠棍啦 防護裝備啦 是吧 是 沒錯 咦 這些不是警察國家 咦 香港呀 這樣做呀 我們都罵死它啦 你英國這樣做 學壞了呀 黃人 是吧 黑暴仔 就是垂長 好了 然後就是英國的禁胡椒粉 禁毒計劃 涵蓋的範圍由於英格蘭五個地區 就擴大到13個 哦 那我就絕對是 我是絕對支持的 因為有人計算過 英國下水道走出來的那些水 裡面有很多可樂粉的成分 可以知道其實英國人 他們自己害自己是害得很厲害的 下水道的水 檢驗有可樂粉 多麼可怕 就是我相信如果你說 去游一游 游完之後 你拿了什麼都會知道 簡直是恐怖的 那麼 而且根據另一些媒體報導 英國政府還提出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 每一個街區 是會找到一個警察去幫你 譬如說你這個警察 是會跟當地街道的人士有聯繫的 這一個是屬於你這個警察 你有什麼去找他呢 那種這樣的做法 是很嚴厲的 結果呢 英國講完之後呢 各界都有一些回應 首先 警察聯合會主席 致涵唐寧佳 第一件事就是說 工資 好不好 你弄這些新計劃 但是好像沒有加薪 這樣說 就是表達 對這個政府凍結了我們辛酬的憤怒 和反對這個計劃 因為你這個計劃 是炒冷飯 身平舊走 沒有 沒有這個 成衣 第二 工黨的領袖叫做 史塔麥 著士 就認為 這麼冒狀 這些全部都是噱頭 就說這個計劃 是完全徹底的騙局 因為其實現在它裡面很多的政策 在很多的紀律部隊那裡已經在做的了 搞什麼 那 而說 金毛莊這一個叫盤查權 什麼叫盤查權 我們都講過了 叫你埋位 然後找你 鬥一下你 給私人資料來 這件事是有爭議的 能夠減少這個犯罪率 是不知道 雖然是有威懾性 就是說我隨時可以鬥你買牆 這件事 就是請你過去 我們講的比較荒蕪一些的說法就是 懷疑你有時 是鼓鼓滑滑的 整理 是應該的 是可以做的 但是 尤其是如果大家見過幾條片 是很多人害怕的 我們今年年初的時候 都講過 在海德公園兩幫人 拿東西 互鬥 這麼多人 有小朋友 兩幫瘋子都拿東西在這裡 互打 有些人在街上 有個人 拿著一把東西 一抽三 追著 追著 來劈 幾多人害怕 在街上幫派 所以警方是需要這樣對付這幫人 是應該的 我個人覺得 因為他們是 是妄顧市民安全 這幫人 那當然啦 香港那些人就說 你這樣擴大警權 你警方舉攬權 喂 你不是做一些壞事 是不需要受這種權 這個我個人覺得 那 尤其是其實 最重要的 就是要來對付一些 拿起把東西 劈人 劈油 那些劈油佬 是十分之看 就是這個盤查權 是針對劈油佬的 那 倫敦的地區警察 根據 根據 統計 就用這個盤查權 用得很厲害 但是 激增了這種盤查權的影響 對於犯罪的影響 對於犯罪率 是沒有什麼大影響 但是最諷之的是 因為基本上盤查的人 很多沒有犯罪行為 雖然 你盤查那個數是大 那時候通常抓到的壞人是多的 但是 你盤查那個 數是要大多少呢 才知道 是沒有一個確實清楚 但是有一點知道就是 就是說 這個非洲裔人士被盤查的可能性是高過百人 九倍 那即使在倫敦 仍然是高出四倍 就是被人說 你是不是歧視這個問題 這個 波羅斯·Johnson 金鋒莊就說 我不同意盤查所有的人 但是他絕對是在打擊犯罪方面 是有重要作用 而且是一個 雖然盤查不算是一個有力的戰術 但是大家想想 那把這樣的東西上街 你利用盤查 能夠截到這把東西 是好的 是一件 我們說回他所說 是一件充滿善意 和充滿愛的事 如果你將一件武器 從街上拿走 是不是呢 這樣說 這樣的事 你都可以說到善意與愛 真的不到你不服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新冠下來 英國的犯罪率是會抗升的 那些幫派那些餓了那麼久 加大警權 我個人覺得我為了維持治安是值的 因為當大家看一下 是一個公園充滿小孩子玩的公園 他們可以在那裡嘔鬥 而你的政府不肯做任何事情 是趕不過去的 這件事我就撐金鋒倉的 那至於盤查權 是不是對少數族裔 或者非洲裔人士不公平呢 這件事很難說的 不過可以中間落墨修改一下 都可以的 我相信 那好吧 不過他們所做的事 如果落在香港 又會怎樣呢 你歧視啊 你是不是害死年輕人 那真是可笑 記住 如果通街都是CCTV 那有些人不敢亂來 都未常不是一件好事 每件事是因地制宜 因時制宜 我們就說到這裏 回來再說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